那这里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因为我现在在感冒的关系喉咙 可能声音比平常更低 这一点就请大家见谅 ご了承ください 哈喽大家好 日姜です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这里有一位新朋友 就是他 这一只娃娃呢 是文当夹给我的 因为他说我的背景总是 看起来非常的孤单 就是很寂寂 所以他就夹这只娃娃给我 那因为刚好文当不在家 那这只娃娃就可以充当成文当 做到旁边 他今天就是文当的角色 那今天的主题呢 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三月的爱用品 说是三月的爱用品 应该不算 应该算是三月我新买的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这个 它是一个面纸盒 这个东西是我在一家叫做 Rumine的百货公司里面 一家叫做Kijin Kijin的杂货店买的 那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面纸盒 但是大家看它的纹路是这种 咖啡色 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咖啡色 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 就觉得一见钟情 就一定要把它买下来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没有很贵 它是日币三百日元 然后它装面纸的方式是这样子 它的底部这边是木头 那就可以把这个木头的地方拉开 像这样子 拉开之后就把面纸盒放进去 然后再把它关起来 我看到它的时候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太美了 而且它一放着 就会让整个房间的氛围都变得很不一样 就是很有质感 觉得光是用这个面纸盒的卫生纸 好像就变得比较高级一点 就是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大推推 而且它其实真的很便宜 所以就觉得要买一个这种家机部 来好好管理我的生活 这个家机部是在LOFT买的 那当初会选择这一本家机部 是因为它非常的轻薄 然后又很简单的设计 其实LOFT的家机部有很多 有一个是 我很喜欢的是 你男女朋友住在一起 它这里是男女生的家机部 可是因为我跟文章现在 没有住在一起 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 我就买的是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用的 等到我之后到了 可以买这一本的时候 再跟大家做介绍 这本家机部 它就是封面就非常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的图案 那里面这边 翻开的话 它就是一个月份是长这样子 在左上角的地方 就是让你写 今年的年还有月 那还有你上个月剩下 多少钱是可以让你自由花用的 那收入是多少 中间这边就是普通的 让你记账啦 那右上角这边 它会有你每个月的必要支出的部分 像是房租 瓦斯 电费 水费 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跟电话费 这边还有手机 右下角这边它也有 你的信用卡的使用金额 合计多少 那最后右下角这边 它有说就是你的收入 还有你上个月剩下的钱是多少钱 加起来减掉你这个月收的支出 那你还剩下多少钱 可以让下个月用 我觉得它的设计很简约大方 所以就还蛮深得我心的 第三个东西就是这个 它是饰品盒 这个收纳盒是在NITO里买的 一个是1380日元的样子 这个东西呢它是用来装饰品的 就是可以装一些像手表啊 戒指 然后这边可以放项链 那因为我一阵想要这种收纳的东西 不然我的东西都是把它全部都把它放在桌上 就常常被文章说 我的东西这样子很乱很不像女生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盒 然后这个收纳盒它其实有两层 拿掉第一层之后呢 下面还有这第二层是整个是空的 那其实因为整个是空的 我反而不知道东西怎么放 所以之后就是可能会去做一些中间的隔间 让它放东西可以放一些化妆品什么的 就还蛮开心有这个小东西 可以让我来收纳我的饰品 这是我三月新买的东西 还有实际上在用的东西 如果说你们喜欢这个类型的影片 都欢迎你们按个赞 还有留言告诉我 欢迎把我的影片都分享给你们 在日本的朋友 或者是想要买这些东西的朋友 让他们知道有在卖这些很可爱的小东西 那就这样子啦 下次再见 拜拜